有这么一天啊 这河大人伺候着这个公主和皇上啊 在这个买卖街中逛着呢 这皇上呢 打扮成啊 一个将下来的老财主 这公主呢 就捣着成啊 好像这个财主家的少爷 这河大人呢 自然就装扮成啊 这财主家的管家 公主啊 就看中了一件红梨子大衣 于是啊 就撅着乖乖跟自个的皇阿们说 说爸爸爷爷 我喜欢这件瓜子 您瞧啊 这皇上的演戏也得演足喽啊 这皇上说 多少钱呢 这里边的买卖街说呀 一共啊 要二十八两 那皇上一听说太贵了 没钱 这么着吧 一指啊 旁边的和珅说 你啊 找你账人要钱 你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闲聊天 昨天啊 咱们经历了书馆啊 一个重大的播出事故 是什么事故呢 哎 就是把这个人物啊 俺错了 封神殷德的媳妇 和珅的儿媳妇 顾伦和孝公主 本来呢 是这个乾隆皇帝的女儿 是这个爱心觉罗永林的妹妹 当然了 她也是这个嘉庆皇帝的妹妹 是妹妹啊 她不是姐姐 这个石公主啊 是乾隆皇帝最小的孩子 她出生于啊 1775年 那一年呢 整是乾隆四十年的正月初三 这永林呢 比他大 出生于啊 1766年 那一年是乾隆三十一年的五月十一 这罗沙文书的时候啊 可能是有点累了 这人一累了 身心疲劳啊 他这个嘴啊 就不对着腿 说说了呢 一油印啊 就讲错了人物 这本来呢 这顾伦和孝公主啊 她是这个永林的妹妹 我给说成啊 是永林的姑姑了 在这儿呢 向我的听众朋友 以及这个粉丝朋友道歉 再有这样的错误 我还希望您能给我指出来 咱们呀 这多纠正 咱们多改进 才能够进步 不是 谢谢您 既然都聊到这儿了 咱们是不是啊 聊几句这个和孝公主啊 其实昨天的错误啊 她不应该算是一处 应该算是一处半 这本来呢 是这顾伦公主府啊 我说成了是这个和硕公主府 哎 那这一点啊 她为什么算是一半的错误呢 因为啊 这个石公主结婚的时候啊 她还是这和硕公主呢 虽然啊 这庄联一切啊 都是按照顾伦公主操办的 但是在名号上 还没有被加封 可是啊 她架不住 这乾隆皇帝太疼 自己老丫头了 于是啊 没过多久 就把这个和硕公主啊 进封为了顾伦公主 那么说这顾伦和和硕都是公主 她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有不同了 不但是名字不同啊 那差的档次呢 这大清国呀 她有组织 有规矩 凡是这个嫡女 也就是这皇后娘娘 所生的闺女 在结婚以后啊 都会被封为顾伦公主 如果是述出 哎 哪怕您是这皇贵妃所生 出嫁的时候啊 也只能被封为和硕公主 那么乾隆皇帝这老丫头 哎 顾伦和硕公主 她是哪位皇后所生呢 哎 她还真不是皇后生的 她呀 是这个敦妃所生 这您就听出来了吧 就是因为这乾隆皇帝 非常疼爱自己的这个女儿 才把她呀 从这个和硕公主 升格为了顾伦公主 刚才呀 咱们提到的 这位石公主的娘亲 哎 就是那个汪氏敦妃 在这乾隆朝的后宫啊 是一位让人瞧不起的嫔妃 为什么呀 哎 不是因为她呀 这个出生低 而是因为这位娘娘啊 她人性刺 哎 她人性能刺到哪去呢 她主要啊 是生性比较刻薄 而且比较狠毒 在她位下服侍的宫女啊 经常有被打伤的情况 并且呀 还有一位宫女啊 被打死了 其实啊 在这宫里啊 有这么一句老话 就是劝说这些嫔妃们啊 一定要宽戴这些宫女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这些宫女啊 也都是奇人的女儿 既然同是八奇 那皆是姐妹 故而呢 不能太在宫女面前 使主子性 对她们呀 一定要宽和一些 再者说了 即便是这些宫女啊 真的犯了大错 也不该你这个嫔妃们 用私刑 那什么叫私刑 什么叫宫刑呢 这宫里的太监宫女 使唬人呢 一旦犯了错以后 先得由这个 静视房 把她定了罪 然后交给 慎刑司处罚 这是有一套 规章制度的 倘若啊 您要是在宫里 关上门 把自己的奴才 打残了 打死了 这就叫做私刑 就叫做乱用私刑 这敦飞方式啊 就好这口 所以啊 在宫里啊 被人诟病 让人瞧不起 其实啊 这瞧不起她的人力 也包括她的丈夫 乾隆皇帝 她又不是为乾隆皇帝 生下这么一位好姑娘啊 最后这敦飞的命运呢 保不齐啊 被降为答应 死了以后啊 草草的 被埋到草庄异地了事 和那些乾隆皇帝 犯公错 哎 那些不招待见的答应一样 不能随葬御灵飞远前 可是这汪氏 他就有这么一位好闺女 这丈夫就爱这闺女 所以啊 这汪氏啊 才能极起极落 最后啊 以这个妃为善终 得了 咱们放下这个敦飞不说啊 咱们接着聊石公主 这石公主长了哪块爱人肉 就让这个爸爸那么的喜欢呢 首先说来啊 这生石公主 这乾隆皇帝就高兴了 这石公主 她是哪年生的呀 生石公主那年啊 是乾隆四十年 好家活的嘞 那年啊 这乾隆皇帝 已经六十五岁了 我们那都不能以这个老来得拟这个词来形容这件喜事了 这乾隆皇帝可称得上啊 是老树心花 老当义壮 您想啊 这老皇上 他能不高兴吗 有人就是说了 他又这么大岁数才生着闺女 那能是自个儿的吗 这里边他不会有缘故 他有故事吧 哎 这是您那么想 您犯了脏心了 人乾隆皇帝认为啊 自己的众多子女当中 唯有这石公主长得呀 最像自己 这乾隆皇帝呀 经常摸着这石公主的头说呀 如若为皇子 朕必利乳为厨也 哎 咱们这话头啊 既然已经到这儿了 您说这石公主 他长得像乾隆皇帝吗 我没琢磨透啊 您看啊 这乾隆皇帝的画像啊 咱们留下了 有 这好在万幸的 这石公主的画像啊 他也留下来了 也有 咱们就不妨啊 在书馆咱们比较一下 哎 您人者见人啊 您自己比去 反正啊 人家乾隆皇帝呀 说这孩子长得像紫杆 哎 至于别人怎么说呀 哎 也不得要紧的 那么只是因为母样长得像自个儿的爹 这石公主才得宠吗 哎 当然不是了 我总结了一下啊 这石公主 独受父亲喜爱的这个原因呢 有如下这么几条 这其一也当然是长得像亲爹了 这二一来呢 这公主啊 她能闻善舞 诗书见长啊 咱们暂且不论 这骑射的本领啊 那也不亚男子 孝廷叙录当中啊 就曾经这样介绍石公主 姓刚义 能弯石立功 绍长男装 便随脚裂 涉录立规 尚大喜 赏赐游握 到这儿啊 咱们又得花括号了 这句话整体上啊 好理解 就是说这个公主啊 她力气大 能够这个设重宫 然后呢 经常啊 穿着男装 和这皇上一块出去打猎去 所以呢 这皇帝就非常喜欢 这石公主得的赏赐啊 最多 可这里边这石立功 和这个涉录立规 是什么意思啊 哎 我想好多人就不明白了 咱们先说这 这石立功是多重 清代的功啊 一粒为九斤四两 一斤呢 那会儿是五百九十克 有哥们说 哎 不是五百克吗 不对啊 那会儿的一斤呢 是十六两 哎 这有了基础单位之后啊 您一算就知道了 石立功呢 就是五十四点五公斤 换到这个现代弓箭上啊 那就是一百二十磅 普通的八七兵丁啊 拉七粒就算是优秀了 好家伙子里 这公主啊 能拉这个十粒功 我去一百二十磅 学徒我呀 也打美丽 我呀 要是射准的话 四十五磅 要是射链呢 六十磅一粒 再重啊 就什么也射不着了 那么这个射录立规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立规啊 您要是查这个 现代汉语词典啊 那肯定会告诉您 太平洋立规 那是一种啊 稀有的保护动物 可是搁这儿啊 它可不是海王八的意思 这立规啊 它指的是这个动物脊备上的最高处 中国古代猎人认为啊 只有从这个地方射进去 那才是能戳中动物的心脏 这样节省了狩猎时间 也反映出这猎手的射箭精准程度 于是这乾隆皇帝 越看这闺女就越爱 她呀 也像在现代的很多父母一样 对这个女儿啊 过爱之后啊 尤其是老姑娘 不知道怎么称呼了 就称呼她为老儿子 那有人就说了 说书的 你说这个 你都有证据吗 有一点吧 有这么一本书啊 叫竹叶亭杂技 里边啊 就曾经介绍过这么一段故事 说这个公主啊 常陪着老皇上啊 去这个同乐园的买卖街 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这个地点又在哪呢 这同乐园买卖街啊 在现在的仪贵园 就是仪贵园后边的苏州街 这乾隆皇帝他会玩啊 那这宫女太监啊 扮成商家 在这苏州街开买卖 然后呢 这乾隆皇帝就带着嫔妃啊 这皇子公主啊 在穿梭于这条街当中 与这些假买卖街啊 讨价还价 找一些市井之乐 当然啊 在旁边伺候的就不凡 有这个乾隆晚年的宠臣 和珅和大人 有这么一天啊 这和大人伺候着这个公主和皇上啊 在这个买卖街上逛着呢 这皇上呢 打扮成啊 一个僵下来的老财主 这公主呢 就导致成啊 好像这个财主家的少爷 这和大人呢 自然就装扮成啊 这财主家的管家 公主啊 就看中了一件 红梨子大衣 于是啊 就撅着乖乖跟自个的皇阿姆说 说爸爸爷爷 我喜欢这件瓜子 您瞧啊 这皇上的演戏啊 也得演足喽啊 这皇上说 多少钱呢 这里边的买卖街说呀 一共啊 要二十八两 那皇上一听说 太贵了 没钱 这么着吧 一指啊 旁边的和珅说 你啊 找你账人要钱 于是啊 这和珅呢 就乖乖的掏出了二十八两的一张银票 买了这个瓜子 给了十公主 从此啊 这公主啊 再见着何大人 无论在何地啊 都称呼他为账人 您看啊 这乾隆皇帝在故事里啊 虽然没称呼这十公主为儿子 但是啊 俨然是到儿子养了 要不见 怎么就给他找了个账人呢 这正史上啊 是不会轻易的去评价一位公主的德行的 清诗稿 公主传当中评价这位高宗的使女啊 也无非就是那么个三四十个字 主要呢 就是生平也没有什么典故 在这一时笔记当中啊 这十公主可是不缺故事的 因为啊 他本来就有一个有故事的爹 而且呀 后来呢 还有啊 一位有故事的公爹 哎 自然就是那位和珅和的人 这乾隆五十四年的十一月 这十公主啊 下嫁封身殷德 好家伙的嘞 这嫁妆啊扯了去了 广至这皇上给陪嫁的绸缎不匹啊 就有两千多匹 算起来啊 这是一个仓库的量 具体有多大数量啊 咱们在这儿也不用细掰吃 不过呀 有一个比较 这乾隆皇帝啊 还有一位公主 何硕何家公主 就是嫁给了复衡的儿子 福昌安的那位 这何孝公主的嫁妆 比这何家公主的嫁妆 多了十倍 还怪弯呢 哎 当然了 这皇上对何家公主也不错啊 咱们上一番啊 说过了 这何家公主的陪嫁里 有一份常年的饭票 什么呀 就是乾隆皇帝 给何家公主开了一座当铺 这种陪嫁呀 虽然折成银两不多 但是他常年有进行不是吗 关于这顾伦何孝公主的故事 其实还有不少 但是呢 咱们必定得开公主那番 所以说呀 咱们摁着点 还是留留吧 今儿啊 咱们摸到摸到 这位公主啊 其实啊 全是因为昨天 这学徒我呀 哎 把人家身世讲错了 算是啊 给这位公主道个歉吧 明儿啊 咱们接着聊这乾隆皇帝的皇子 算起来呀 很有可能是乾隆朝的最后一期了 这后宫故事啊 很快咱们就进入嘉庆朝了 得嘞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啊 是我能持续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啊 明儿见 您的支持 comme钦 üyorsu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